长度均为L的粗细两个绳子相互连接 那么它的两端都固定在墙上 在交接处产生脉动 是在这里 我中间口中产生波 它假如以二度三度空间 造成上以中间的波源产生波 它会往四面八方传 但是它这个波是在一条线上 所以它只能说往左右转 等于是我们的四面八方传 它是一维的 所以你在这边产生波的时候 有些往左有些往右 那么两个脉波经过两地反射以后 左边的波往这边过去会反射回来 对不对 就这样过去 那么因为两个波 它们的出息不一样 对跑的速度会不一样 我分别假设一个是V1一个V2这样 那么它讲 现在我们看一个波会跑过去 又跑回来 当右边的也同时跑 可是因为两个刚刚讲的出息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 所以当你左边的波 跑过去又跑回来的时候 右边的波因为比较粗 它跑的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它会跑回来有没有 是不是还没有 所以它可能跑过去反射的 跑到只有跑到中间 所以它们这时候还不会相信 什么意思 那依照它的题目的意思 它会相遇在S点 也就是说它跑到这里回来了 可是它没相遇它会透射过来 继续往这边 然后在这里相遇 这就是它们的相遇点在这边 我们假设 不是假设它给我们的条件是 在这里相遇S OK 好 难在哪边 它问你 最后问你 这个粗细 这个细绳 粗绳 它们的质量比是多少 人家问质量 问时间 都是比较难的东西 因为可能跟这物理量有关的定力 或现象蛮多的 所以你要去思考看看 在这个现象里面 跟它质量比有关的物理量观点是什么 当然人家一讲质量 那你质量想到就是密度 什么密度 体积密度就是体积分之质量嘛 密度就是这样嘛 那这里可能直接跟体密度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个质量有关的 就是动力写的 Evidence 什么 MJ 是不是 那你这也没有力量 跟你加速度的关系啊 不过这里有一个有关的 刚刚讲的 你这里绳子粗细不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它是线密度不一样 然后它这边跑的速度就会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从整个跟质量 它要问的质量有关联的 或从质量的基本意义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有关联 跟这现象有给你条件的 就是线上横拨 波数的时候 你的速度会等什么 根号怎么样 就是μ1xf 好 然后这两条绳子因为都同样绑在这里 所以拉的张力是会怎么样 一样的 所以它张力是会一样的 那其中你的线密度是l分之m嘛 这是不是就我们的m嘛 然后因为两个长度l又一样 f又一样 是不是 所以你的速度比就会跟什么 是不是跟质量的根号反比 好 那这样什么意思 你等一下要叫我求质量比 我是把它速度比 在这边跑的速度跟这边跑的速度 求质量以后 我就可以求质量比 所以我抽失波减是这样去思考的 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下一个目标 希望把它知道 这边跑的速度比 跟在这边绳子出绳跑的速度比 可是它没有直接告诉你这两个速度比 只有告诉你 开始起跑跑过去相遇的这一点 是不是 相遇的距离一点 那接下来怎么办 因为你从这里 两个坡在十层相同里面 相遇的路径 你现在是不是跑过去又跑回来的时间 是不是跟它从这边跑过去 再跑到这里 而且在这一点的时间是相同的 是不是 那假设我能够求质量的速度 那质量的速度中在跑l又跑l 可是又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速度又怎么样 是不是跑到质量的 这速度就不是质量的 是会变成什么 是不是质量的 那这样跑过一下时间加这些时间 就在加这些时间 是不是跟它从这边跑过去 再跑过来的时间不要再看 是不是一样的 不过这里会出现一个情况 你往右边跑的还好 它都始终都是什么 V2在跑 可是往左边跑的就一个麻烦点 就是跑过去的时间 这边这一段是用V1 可是跑过来回来之后 要继续往右边船的时候 它速度要变回什么 是不是V2 对不对 那你在计算的时间 这样跑的时间跟这样跑的时间要相等 不过有一点技巧要领 这是老师处理的技巧要领 怎么呢 你跑过去又跑回来时间跟这边跑的时间相等 但是因为这一个阶段 跟前面这个阶段速度变了 可是这个速度是不是跟它的速度是V2是一样的 那我怎么样的 同样扣除这一段 为什么 你左边跑过来又跑回来这里的速度 是不是跟它右边跑的这一段速度是一样 又距离一样 所以这个时间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那我把这个时间扣除以后 你用V1跑这样的时间 也会跟你用V2跑这样的时间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大家扣除是相同速度跟距离的阶段 扣除这个阶段 那你会比较好算 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是两波在同样时程内相遇的路径 结果V1走的多少呢 我的有一句话没有写在这字眼上 是用口头上讲的 就是扣除它们相同速度相同位移的这一个阶段 那么它跑的是二楼 V1跑了二楼的时间 是它等于V2跑了多少 跟V2跑了多少 到底让它完整是跑这样 可是我大家公平扣除这样以后 是不是 跑的是全部是L 这一段是S 所以跑了L-S的两段乘以二 时间是相同的 OK 那这时间相同一样怎么样 等速度 我讲的等速度 这个阶段跑的时候是等速度在跑 时间怎么算 是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你这边跑的是2L 去除以这个速度 所以你这边是不是 你的时间相同 是不是Data S1 V1 Data S2 V2要相同 那相同你的V1一块 V1一块 那你的Data S1就是位是不是L2 Data S2 Data S2就变成在这边了是不是 2L-S 2层点L-S 是不是 所以你的速度比整理一下 是不是就会得到V1比V2等L比上 L-S 好 我得到这个速度比干嘛 你去看老师抽丝波前进去做一定有他的目的 什么意思 不是乱带公式的 因为干嘛 因为我刚刚在算想要得到M的时候是速度不知道 那从这就可以知道速度 然后再带过来 我的速度比跟跟到M成反比 所以V1比V2再跟到M2比跟到M1 好 那我的速度比从这24带过来 是不是L比上L-S 所以在这边我的M2比M1 是不是就是开根后就把它平方就对 就对L平方 对 L-S 的平方 OK 但是 这个方法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